另外,华林县政府所举办的集团结婚活动已经迈入了第25届 集团结婚分别在春秋两季各办理一次 今年的秋季集团结婚18、19号两天来举办 已经迈入第25届的集团结婚 今年也产出了第2000对的新人 从此在人生的道路上携手共度,互相的扶持 每一对新人都可以获得幸福的成家里50寸的已经点试 孙政府办理集团结婚迈入第25届 集团结婚定在春秋两季各办理一次 秋季集团结婚在10月18号、19号来举行 县长徐真卫更是担任证婚人 给予76对新人满满的祝福 夫妻的结合是一个世界的大事情 所以真卫阿姨要谢谢大家 今天76对能够在这里一起做集团结婚 这一场盛事是难能可贵 如果您是家里长出的那一个 真卫阿姨要告诉你 一定要把家人的身体照顾好 你的公公婆婆婆、你的爸爸妈妈 把你们身体都这么好的交给你 一定要把互相的身体照顾好 好不好 已经迈入第25届的集团结婚 今年也产出了第2000对的新人结婚 从此在人生道路牺手共度 互相扶持 而每一对新人都可以获得 成家里50寸的一金电视 现场也邀请到了立法委员 郑天才、瑞雪乡长陈静光等长官 丽玲担任男女主婚人 让现场的婚礼星光闪闪 众星云集 县长也说 现今社会手指化问题日趋严重 他也鼓励76对新人努力增产报国 吸收共创幸福的美好人生 记住高双双瑞雪乡 采访报道